這感覺還蠻重的 它這個接筆有時候會突出去 有時候你會覺得要漸漸跑出去 這種事它經常出現 真的是不夠規範 沒有辦法 它獨特美學 線條要果斷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純直線 充滿那種彈性的感覺 看起來它不規範 這邊寫這邊紙 這樣真的是不規範 有一點乾燥就不用沾沒了 讓它乾燥下來 再稍沾沒一下 抬高 殺住 再一次 這個紙看起來比較順眼 上面那個圈圈畫得比較規範 之前的都不規範 寫起來有點東倒西歪的感覺 這個都寫得還不錯 這個都寫得還不錯 這裡為什麼每次都要抽尖 你好多次 幾乎每次到那裡都會抽尖 這裡每次都會穿出一個尖尖 所以它真的是有時候怪怪的 口腹這些大叔 只要易於常人 這個豬寫得比較密 墨汁就可以沾多一點 看起來這邊墨量是比較重 沾多歸沾多 有時候還是要注意到你是多多 有時候沾太多 那個圈子會暈得很厲害 那這個字就整個都黏住了 那這也不稱字 所以沾沒也是一種技巧 不要沾太多 那什麼叫不要沾太多呢 那就是經驗 所以你要為什麼要練習 練習就是 在你的經驗中獲得一個習慣 一看到這個墨沾多少 會剛好 寫了以後這個吸墨 紙會吸墨 會吸了多少 應該胸有成竹 但你在寫的時候 才寫得比較像 我們像的話 不只形象 還要墨色也要像 雖然說很難做到 那很難做到還是要做 寫了 寫了也都是 至少做個八十分嘛 發 這樣說的字真的是有意思 那主要的意思帶來自於 他寫字不規範 所以你的線條就很重要 線條不好 你的字即使再規範也難看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那線條非常的自由 有彈性 這個又很難 對一般人來講 要寫到這麼自由 就只能亂寫 也沒辦法像要寫得這麼的 靈活 那其實 像這裡叫不規範 為什麼 怎麼會黏住呢 照理說有點距離 那它稍微黏住 那這裡接也接得不規範 還讓你看到它的接筆 它不在乎讓你看到它的接筆 甚至還故意讓你看到它的接筆 這時候不是很規範 那這裡是一個是往上一個往下 其它寫字還真的是充滿了自由性 就是純粹個人的魅力 個人的藝術特質 這個空啊 一看著左右邊的間隔距離都不對 高低就不一樣 左右間隔 另外右邊比較低一點 那這裡還接的呢 讓你看到它的接 兩邊的長度還不太一樣 真的是不規範中的不規範 所以它寫字啊 真的是比較有人的味道 秦朝的傳書就是太多機器的味道 工整的味道 不是機器 工整的味道 它的字就比較有人性 我其實不太介意初學者就從這個 無昌塑傳書進來 因為它會寫壞的 它會認定 隨便寫就是傳書 其實以它來講 它有傳統的那種書法線條的功力 再配上這種獨特的藝術性氣氛 所以它寫出這種獨一無二的字體 那如果你沒有傳統的功力 又沒有獨特的藝術氣氛 想要寫到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在亂寫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寫 如果你入門換一陣子 就要去寫端正一點 不然久了都在亂寫 沒什麼意思 它的線條 它最麻煩的其實就是線條 其實不是外形 因為外形並不規範 所以線條的質感就很重要 無昌塑的線條質感是無人能集 它的線條 對線條的操控能力 非常的強大 無昌塑的線條能力 不是天生的 這也是經過練習的 它不是天生有這種線條 然後這 它這個練習時間很久 不要認為說它練習個三五年 就有這種線條 不會啦 它這個線條沒有三五十年 你當然練不出來 這沒有塑成的 完全沒有塑成 外形可以塑成 線條不能塑成 所以有些人認為傳書很容易 其實他們就是看不懂線條 因為看不懂線條的人 他就會覺得傳書很容易 實際上傳書很容易騙人 但是不是寫好很容易 騙騙的外行人真的太容易了 但是要騙那個內行人 人家一看你的線條 就知道 線條大概三年五年而已 看得出來的 是 跟各位玩家看得出 是 在哪兒 是 有這幾乎 今天 也看得出來 有幾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